为了提升对语文书写兴趣 加强学识语文能力 修理相公所举办了年度的语文竞赛 项目包括有朗读演说 作文书法字音字形等11项的竞赛内容 许多学校校长都亲自带队参加 加上指导老师还有亲友团的助阵 场面很热闹 修乡国语文竞赛 并且在修理国小的热情登场 比赛当中学生们各自展现 批示努力和成果 运用语调和手势 丰富朗读演说的内容 而并称为也是新的聆听学生们的表现 这对用词断句等等进行评语 尤其是阿美族语 以及太罗格族语中常有谚语 而那些愿语理语背后都富有含义 如果能够运用在演说当中 就能够加分许多 那这一次跟他们跟前面的评语老师也是一样 其实这次母语的朗诵朗读都不错 程度都不错 那中间有一点点还在告诉你们一下 刚刚讲的那个段落 所以我看到学生来念 是那个逗号都不晓得 可能没什么帮助在里面 因为他在逗号前面就停了 然后就开始接到后面 那这个语言 你说这个语法 这个句子就选现不出来 你在讲什么 所以我试着把那个稿子放在那里 我就听 就专心听小朋友在念 结果 不太有办法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我还是拿稿子来看 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拼音 一定要知道这个音节 每一个音节要清楚的念 才会说出一个漂亮的这个母语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语言里面 我们的这个词汇里面很重要 就是尾音 尾音里面有T那个字 还有S这个字 还有这个H这个字 所以这些尾音一定要念出来 终于下转 我们有一个表示 语文是人与人之间沟通重要的桥梁 所以乡公所以及乡内各国中小校方 都相当重视每年度的国语文竞赛活动 而今天选手们能够站上舞台 已经是嘉许的事情了 是否能够得奖 则是其次 重要的是平时就应该加强储备实力 知道同学们放松心情 拿出平时累积的实力应战 更感谢学校知道的老师 和平日情人相受 大家如果能够准备过程当中 学习到语文以及知识 并且比去年度自己还要更好 就是同学们最宝贵收获了 记得教训学校长 现在我们在一个点月的akan的 今天下午再来 下一条 打评中 这条 所以